好 各位夥伴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是這一場的主持人 我彭啟明 我是天氣風險管理開發公司 那我同時也是台灣開放資料聯盟的會長 這是義務值的一個會長 那我今天非常榮幸能夠主持這一場 非常有意義的開放資料 那各位知道我們今天講的是唐鳳 我其實每個人心目中都有一個神 我知道唐鳳是自由軟體的時候 那時候我不知道他的中國名字是什麼 就知道有一個英文名字在網路上 然後這幾年各位都知道他有開源 然後G0B 然後現在還有一些社會的運動 那開放資料其實在台灣 在這兩年兩三年真的是還蠻重要的 我有時候感覺起來是會踢到一個鐵板一樣 然後有時候這個牆還蠻高的 但是有些其實政府裡面的小幫手也幫助我們很多 所以這個其實都需要我們大家各種力量的努力 好那我們今天用非常熱烈的掌聲來歡迎唐鳳 謝謝同會長跟達人的介紹 所以今天的演講結構上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我會分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講Open Data 然後一個部分講 Data Governance 那這兩個部分加起來大概講35到最多40分鐘 然後最後留大概10分鐘左右的時間問答 那我一般來講演講都會被認為講得特別快 所以如果有就是聽不清楚 或想要任何時候討論的也歡迎最時打斷了我 然後我們就那一張的內容去做討論 那當時就是身為邀我獎的時候本來是開放成癮資料 各位醫生上可能都還看到這個 那我後來想一想說為了凸顯說 因為懲罰我們知道說左右兩邊對調是一樣的 那但是資料開放跟開放資料是完全不一樣的兩個概念 所以我就換成了一個這叫什麼外積吧的符號 那這個可以發生在最近的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是我們的教育部歸代教育研究院課程發展委員會 那我現在是課發會的委員 然後我們課發會正在開會的時候 然後正在聽到吳部長說 這個學生要求會場的發言都會被公開 這樣子委員就沒有辦法放心 那在他講這句話的同時 我正在會場跟其他委員說 我們只要把這個被子去掉 主動公開大家就可以放心了 也就是說所謂的資料開放很多人是想說 我們先取得了資料 這些資料本來不是為了開放而取得的 它是目的外置利用 然後政府再把它開放出來 可是這樣就有很多問題 包含各自的問題 目的外置利用的問題 還有各種各樣的說 當初被蒐集的人其實不一定是為了取樣 他們也不一定是主動的 也許取得他們同意等等的問題 但是如果你把它調換過來 一開始就是請使用者說 做這件事情就是為了要累積資料 就是為了要把資料開放出來 這樣子你就完全沒有後續的利用的問題 這叫做主動公開 所以第一個請大家就是想一想的 就是說資料開放被開放 跟開放資料主動開放資料 是兩件不同的事情 所以第一個部分的主題要討論的 就是crowdsourcing 就是重包怎麼樣說服 許許多多的人 一起來願意提供資料 讓後續的利用者使用 我們在G0V黑客送的時候 通常都會用三個關鍵字來介紹自己 那我三個關鍵字就是 開源、公民、跟黑客 開源的意思就是部分 或者全部的拋棄到著作權 讓其他人利用 公民的意思就是關心這個社會 然後黑客的意思就是用有創造力的方式解決問題 當然不一定是不合法的 然後呢 我是1994年出社會的 工作了20年 2013年退休了 然後2013年退休之後 就沒事做的 然後就跟退休人士一樣 就是做一些志願性質的事情 那我退休之後才發現說 台灣的我們叫做第三部門的 Third sector 就是有別於由上而下課層式的工部門 跟以這個市場機制為交換的私部門 不同以每個人自動自發 他願意捐一點時間 捐一點力氣出來的志願部門 其實非常非常的強大 那所以我現在整個在拘定幣 就是一個政治 然後就是用一個 誰也不能命令誰 然後也不是透過金錢交換的方式 每個人自願的去填坑 那用這樣子的方式 就可以跟公部門跟私部門 有各種不同程度的合作 那以私部門而言 我這五年來在跟蘋果合作 做Siri的案子 那所以我看到資料的時候 我腦裡想到的都不是數字 都是文字 因為就是我們處理的東西 全部都是自然語言 而且是雙向的東西 然後Social Text 就是2013年賣掉的一個公司 是把Facebook試著賣到各大政府 跟各大企業裡面 然後呢 猛典是GDP有一個專案 我待會會介紹 那目前是在跟牛津大學合作 然後最後呢 我的第二部分 就是Data Governance 會講到V台灣 目前是跟國發會合作 那剛才有聽到就是說 我在課發會 剛擔任委員 開了三次會 我們在課發會 我去主要做的事情 就是說 希望能夠建立一個 逐自搞的系統 把所有課發會的 每一個人講的話 可能配上他的照片 至少有名字 都公開 然後呢 這樣子的話 每一個人每一個時候 講的什麼話 都可以成功的呈現在 全民的面前 那這個專案其實是GDP本來的 另外一個專案 就是臨時政府立法院 LY.GOV.TW是台灣的立法院 那你把O換成0 LY.GOV.TW 做一個0的轉移 就可以到臨時政府的立法院 那臨時政府的立法院 它顯示的東西 跟這邊的政府是一樣的 只是說它是用比較視覺化 比較容易 然後你可以每一個法條 好像購物車一樣 到什麼程度 甚至它改的每一個字 有一個DIF 你可以去把那個東西 本身有一個超連結 然後分享出來 我們就可以就 法案的修正 做實際的討論 那所以說 既然你看司法院 也是逐字港 立法院也是逐字港 為什麼 國教院不能是逐字港 那這是我的這個 基本的想法 那經過三次的討論之後 也很感謝就是 所有我們20位出席的委員 全部都同意 那所以就是說 從今天開始 LITERALLY今天 就是今天早上的凌晨開始 如果各位到 RCHIVE.TW.TW.的話 就可以看到 之前的三次跟之後 所有的 國教院的主子港 那為什麼 我會想要做這些事情 我自己開始寫程式 是1989年的事情 當時我八歲 在我開始寫程式的時候 我爸剛好在天安門採訪 那他是五月 然後採訪到六月一號 然後回來 然後我們知道 沒幾天就發生天安門事件 然後 因為這樣的關係 對他對學生運動 起了非常大的興趣 然後他在年底 八九年底 就去玻璃 那當然我們知道 當時有一個玻璃圍牆 倒塌的事件 當時因為東德 就是警察沒有開箱 很多人都覺得是因為 已經發生了 就是六月那件事情 他們不想要重蹈輻射 那當然1990年 台灣野百合等等 都會有類似的一個想法 那因為我爸他的博士論文 是做天安門學運裡面的人際關係研究 那所以他就是去德國 然後把當時流亡在德法的一些 就是中國的民運人士 都結合起來 然後試著去做深入的訪談 跟詞話的研究 那所以我陪著他去念博士 所以我整天在客廳 聽到的就是要怎麼樣 就是要民主化 然後要對話 然後要怎麼樣 讓這整件事情不要變得那麼 就是有那麼悲慘的結局 這樣子 我是93年回台灣的 然後94年 我國中一年級之後 就沒有再去學校 那為什麼呢 是因為1994年發生了一件 這個人類歷史上 我想很重大的事情 就是Pin Bernsley發明了WideWid 那他發明了群球諮詢網之後 我發現說 我在上面可以接觸到 所有尖端的研究 而且我不需要等十年的時間 等課綱委員把它編成教科書 我就可以接觸到我目前 關心的事情在發展到怎麼樣 那當然我從全球諮詢網得到那麼多 我也想要給回一些東西 所以說我當時的一個想法 也是繼承IETF的一個想法 就是想要促進一個安全的空間 那在這裡面我們隔著一幕 可能比較不會有這個 剝奪彼此發言權的狀況 大家可以互相學習 一步一步朝向實際可行的 實際可行的一些想法 或者實際可行的一些理念 把它實踐出來 那最近就是跟我長期合作的一位 呂佳華是做神移民主的 他是說 技術者背後不會也不該只有技術 每個技術背後有他追求的價值 那我是跟佳華說 因為我的價值在1994年開始 就非常的穩定了 所以就是持守這個價值 就是網際網路的這個價值 那接下來就是很快速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在G0B這兩年多來 怎麼樣做crossourcing 怎麼樣做重包 在2013年初 Wyell訪問張大春 張大春我們大家都知道 很喜歡玩臉書 然後也很關心政治 所以Wyell就說 欸臉書能不能影響政治 然後張大春就說不會 這個他只會讓公民體委自己參與 好像按一根讚真的有做什麼事 但是呢 事實上並沒有改變 因為他想不出來 因為華臉書的時候大家都很懶 都只有那個可能一分鐘 像一位手機可能一分鐘都不到的attention span 所以說呢 他沒有辦法真正參與行動的時間 無法真正改變什麼 所以如果要一句話 來形容臨時政府G0B 它就是一個讓大家又懶 又可以參與的真正的行動的時間 那舉一個例子來講 這是政治獻金案 這是進入一個坑 我們把這個就是監察院政治獻金呢 他們的數據資料只有他們自己有 提供給民間的呢 只有引印出來的資料 也就是說只有監察員才能做監察 然後呢 那這個人民只能去幫他做複合 可是你說這是因為 經常越黑箱嗎?也不是 而是因為那個辦法 那個想法訂定的時候 訂定的那些人 本來就是卡在 引印及時代的那些人 所以就是說 他並沒有想到是說 這些Rolecar放出來 是有更多的加持的應用的 那當然呢 立法委員是會 最會被這個開放影響的 所以他們一直排案 可是可能排在最後一案 就是都不審 這個修正案 那所以怎麼辦呢 所以就有一位 馮光雲人是一位 國寶級的白木 他非常這個 除了跟金人車司機吵架之外 也會提很多很有趣的主意 那他來距離挖一個坑 是說 我們用一個太陽與北風的戰略 也就是說 我們實際去引印 然後把它拿出來 把它結構化資料 這樣經常員一定會跳出來 說 可是你們資料怎麼能保證 百分之百正確呢?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說 好啊那你們改一下 查閱辦法 你們自己釋出 就百分之百正確了 所以那因為這裡面裡面 工程師現在可能不到司程了 我們有很多設計師 很多做我們案的 所以我們就有很多資料包啊 什麼東西上線 那在這裡這個豆腐的意思 就被切成一塊一塊的政治現金 第一批印出來的資料 大概三十萬筆 號召二百九千七百多人參與 在二十四小時之內 每一格有三個人以上看過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 宅利文字辨詞 Okaku Character Recognition 那 就是大家宅在家裡 沒事做的時候 就花一點點時間 那為什麼能夠這樣呢? 首先 因為像馮光遠 他當然不可能自己跑進監察院 然後印幾百頁的資料出來 所以確實是有NGO 和456的朋友們跑進去 那麼他們印出來之後呢 就是這個一張A4的紙 我試過這樣子Key 大概要三分鐘到五分鐘 你如果號召大家來Key 三分鐘到五分鐘 三分鐘到五分鐘 更不會有人來 所以呢 G0P的一個最主要的概念 就是分身拔數的這個概念 這個我不知道怎麼翻成英文 然後所以這個概念就是說 我們如果把它切成低於一分鐘 每個人只要花十秒鐘 就可以做貢獻 那麼他們花的時間 就跟 留一個評論 留一個分享 留一個讚 差不多 而且他們能夠獲得的心理上面的 這個快樂的感覺 是勝過在臉書上面發文章的 那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把臉書上面的吸引過來 主動變成資料的貢獻者 跟提供者 所以我們就把它遊戲化 變成一個數位化的網站 然後呢在上面說 欸現在有四十萬筆 然後每次什麼五都選舉 什麼資料包上線的時候呢 就會有更多筆 然後沒有輸入 那我們知道 如果有玩過開心農場 就可以知道 人類是一種很奇怪的動物 你只要看到一個數字 一直跑 即使不睡覺都會想要把它跑到零 然後 然後只要你有一個進度條 不睡覺都要把它跑到滿 那所以就是說 大家都在臉書上面分享 說可惡想破這樣子 所以就這個 一大堆人就來 然後你看一瞬間二十四小時 就把它變成了結構化的資料 所以有結構化資料可以做什麼 當然在想各位可能比我都知道 可以拿來做什麼 我們只能做一些很基本的話 比方說顯示 這也沒有針對特定委員的意思 但是針對特定委員 我們可以知道的是 他的那個 政治現金從哪裡來 花到哪裡去 跟他的 法條修正函 如果他是議員的話 跟他補助款的公司 之間有什麼關聯 他比方說在一、二、九投票的時候 這個拘定業朋友們 找到了各地的示輝 那就有人說 我按進去發現 二十二個候選人 我看完你們的這個 他的出席紀錄 補助紀錄 投票紀錄之後 我就只需要兩個人選一個了 所以這個對民主的深化 以及Informed Choice 是有幫助的 當然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有些政黨 他可能特別艱困的選區投注 例如像丁守中委員 吳宇森委員 許許多多的的 競選的經費 民進黨也有 當然還有一位 中間紅色的 嚴青標委員 他不太需要政黨 自己有很多學籍經費 所以可以做一些比較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模式 就是拘定業一直以來運行的模式 它就是說 本來群眾媒體 像張大春或者是馮光遠 或者是後來好民意 他們個人都非常有影響力 他們隨便臉書上面 畫一個文可能是幾千個讚 可是他們並沒有那個 行動主義的那個感受 就是說像馮光遠 好了他為什麼用那種文筆來寫東西 很大一部分是因為他覺得他寫的東西 不能真的改變什麼 那這樣子的話 就會有一種無理感 那G0B他提供一個空間 結合生育團體 比如說我剛剛講到 核四五六 他們實際進去建設 還把東西印出來 他們不習慣的是什麼呢 是分身乏數 他們很習慣的是花十個人 然後可能花一整年 然後把東西都 就是打成資料啊之類之類 可並不習慣說把它切出去 撒給幾萬個陌生人一起使用 所以這是開源模式 那最後就是我們這些自由軟體的阿宅們 我們欠缺的就是公民精神 我們平常其實真的沒有那麼關心這些事情 所以G0B就是透過把這三種人 結合在同一個空間 然後讓大家彼此學習到彼此的優點 這樣子就可以做出這三方 單一都沒有辦法做出來的事情 那所以當然現在有很多Facebook的訂閱 然後有很多我們都是透明的 公開的一些專案的一些共筆 那當然高家良他去就是開會的時候 那致力把他講 就是全世界二十幾個國家做CVTEC的人聚在一起 那My Society的人 湯三個就統計了一下 然後就說 看起來好像以色列跟台灣是最活躍的 那台灣的規模又是以色列的可能十倍 所以高家良就說我們不出國比賽 不知道自己第一名 那可是這個第一名並不是那麼值得驕傲 是因為如果是在英國或美國 他們SUNLINE的那些法案 本來間查閱這些資料就是公開的 我們不需要鄉民花那麼多力氣去做這些事情 那當然反過來講 如果是在北韓或甚至支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或是在一些中東國家 我們不要說十二萬人了啦 我們狙擊到十二個人就被請去喝茶了 所以就是說你需要有一個卡在引進基時代的政府 跟一個非常蓬勃但很自由的公民社會 這樣子才能夠做出像GINB這樣子的事情來 所以像今天跟昨天都是GINB定期的 兩個月一次的大型黑客松幾百個人 有很多東西吃 進來的人每一個人自己拿一個自己的專長的一些貼尺 可以貼在自己的肩膀上面 第一次來的人有梅花露 來很多次的人有黑熊 這個到底要做什麼呢 重點就是有提案 像在昨天有二十幾個提案 每個提案人上來挖一個坑 說我覺得有一件事情需要做 好比想說開放政治獻金 然後呢我需要怎麼樣專長的人 好比想說我需要兩個文字工作者 兩個法律工作者 兩個設計師等等 然後呢就組隊 組隊之後就hack一整天或兩整天 然後最後呢就會發表 發表之後呢 通常就會約每兩個禮拜 或每個禮拜再繼續做下去 所以說其實GINB它並不是一個 一般意義上的團體或組織 因為挖坑的人不能夠強迫別人來填坑 他來填坑 他也不受坑主的指揮 很多坑主挖完就跑了 所以就是說每個人都是自己 要做什麼就做什麼 然後因為是開源的關係 所以你填到一半跑掉 你也不會良心不安 接下來你不用問過你也可以把它繼續做下去 這樣子 所以在這樣子的前提底下 它就是一個循環 你參加黑客送可以認識很多坑 你加入坑之後會認識更多人 認識更多人他們會把你推到各種送 然後你又認識更多坑 現在這是一個零的循環這樣子 那為什麼叫做坑而不叫做專案呢 因為我們不要有專案經理人 專案代表人這樣子的頭銜 我們就是挖坑的填坑的 怎麼樣 它是一個完全沒有上下階級的 那坑的另外一個意思就是說 一切的東西都有不完美的地方 我們先面對先承認那個不完美的地方 那我很喜歡歌手 Leno Cohen他有一句話說 There's a crack in everything That's how the light gets in 就是說先去看到說 所有的事情都有不完美的地方 這樣子別人才有參加的 CrowSource進來的動力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就是臨時政府一開始的兩位發起人 是特別會寫程式 但是特別不會做logo的 然後呢他們做了logo超醜 然後就長這樣 然後可是呢他們就不怕丟臉 就把這樣子超醜的logo就挖在中演員 然後呢就有一位設計師 就是吳亦文 他就來了 然後他就說他看著這個logo 全身就不舒服 就是這是什麼誰在乎誰痛苦 所以他就很在乎 所以他很痛苦 他一整天就說 我如果把它做得更好一點的話 我什麼事都不用做 所以呢他就把它做成比較漂亮 可是後來我們就發現 在手機上平板螢幕上面 看起來沒有什麼辨識度 那個紅點太小了 所以後來又改做又改做 因為是開圓的可以一直改做 可是如果不是一開始有人不怕丟臉 把這個東西丟出來 就不會激怒 就不會一張圖惹怒設計師 把他後面這些更好的創意 把他引發出來 這樣子 所以這是決定於平常在做的事情 那當然就是在即時災害應變的時候 這種誰都不用問過誰 去用無手的方式非常的有用 像就是所有的急診室的退床的狀況 那這個是當時就是台北資訊局的小朋友 他就是提供的家屬 因為他當時是 巴西氣爆的時候是在 呃 晨暴的時候是在周末 所以廠商當然都不在 所以決定比的朋友就可以 呃自己做這樣子一個系統 然後也做了就是各地學庫存量的 這樣一個系統 高雄氣爆的時候也有 尼泊爾救災的時候也有 尼泊爾救災的時候呢 當時是把就是衛星圖切成小塊小塊 同樣的每個人只需要貢獻一點點時間 就可以去把那一塊上面的道路跟建築物 也標出來 那我記得這是第一次 我們在24小時之後就獲得了 就是衛星地圖上捐出來的 正厚的圖資 所以說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把正厚的也標出來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給紅石字會 或者是給聯合國 他們進去的時候就知道 物資可以走哪一條路 不能走哪一條路 以及最重要就是 災民自己設的帳篷 設置在哪裡 這些東西 那另外一個 我就是有經常參加的長期專案 就是蒙點 那蒙點它是有非常多 就是國語兩岸磁電 民間捐出來的 我們收藝導師 國台語 民南語客家語 阿美語 上個月還有西藏 就是藏語也進來了 基本上就是台灣 有人在使用的語言 我們都會收入 那為什麼蒙點能夠做這麼多呢 並不是因為我這麼厲害 懂這麼多種語言 我完全不會阿美語 重點是說 做阿美語的那個團隊 根本不用問過我 因為我們採取的是 協作的模式 而不是合作的模式 合作模式是 大家都要先建立共識 先統一 可是我們知道說 到大概20人 就會開始出現階層 因為你不可能每個人都很熟每個人 你到150人 就是Dumbass Number之後 你就再也不可能合作了 這個是人類的限制 那在香港戰中的時候 當時他們有一個畫家 有畫上一個說 為什麼之前香港每一次社會運動都失敗 就是因為他們都要大會通過 然後大會不通過 那一派就會覺得被收割了 所以他們就會要切割 所以雖然香港社會 非常地發展的很蓬勃 他們充滿了社會運動的三大要素 就是收割切割跟帥哥 但是他們都沒有辦法實際地取得政治上面的進展的原因 其中之一 就是因為他們是一直都要合作 而沒有辦法採取協作模式 可是在雨傘運動前夕 他們所有領導人都被抓了 所以他們在街上那些人不得不採取協作的模式 這個就是我們叫做Git的一個邏輯 這個邏輯很簡單 就是每個人每個地方做的事情 都公開出來直播逐字稿 然後呢別的地方看到好主意就去採用 不好的主意像什麼練永春拳的 那個就比較不會採用 但是比較好的主意像架一個關公像出來 然後呢就發現說 黑道白道都不太敢來攻這個佔領地方 那透過直播跟文波 別的地方就開始說 那我們來做一個聖文瑪利亞下 這個叫做AB testing 然後呢 AB testing的結果就會發現說 警察黑道兩個都怕 可是警察比較怕關公 比較不怕生物管理亞 所以說這個 後來關公就比較流行 那重點是說 誰都不用問過誰 這是一個邪作的一個模型 那在網際網路上 你要主動取得 User Contributed Content 主動取得Cross-Source來的資料 在你邀請你的使用者之前 一定要先把連結跟分享的文化做出來 像盟點 當初為什麼要做盟點這個計畫的原因 就是因為教育部網站的郭語詞點 它沒有Clima Link 你查到一個詞 你Call到Line或者Facebook 別人再打開是打不開的 它沒有URL的概念 為什麼 是因為那是1995年設計的一個網站 然後你看原始碼 就是說Nandscape 4.7以上才能夠看 那個以上沒有意義 Nandscape 4.7後沒有出了 那我的意思是說 它是1995年的Internet 當時它並沒有這些概念 OK 那所以我們就用新的概念把它做了一次 所以資料的網址 就是模型.tc寫線資料 那所謂的五星資料 你把花手移上去 它就會連到slash材料 它就去做一個link data 那有這樣子的連結之後 大家就會開始在臉書上面分享 我在盟點上面查到的詞 那盟點上沒有詞怎麼辦呢 絕對不要給你的使用者一個404找不到 而是把它斷詞 好比上它斷成開放跟資料跟工作法 然後呢 給出底下的定義 而且呢 還配上一個漂漂亮到九宮格的書法 那我們知道 在臉書上面 要有傳染力 最好的方式去附一張圖 所謂發文不復圖 此從不可掌 但是 如果要復圖的話 就是截圖啊 倒圖啊 所有這些問題都很大 那這個就是 意料永逸的解決這個問題 你只要打字 它就幫你生圖出來 而且還有各種不同 這個開放跟免費字體的圖 所以大家覺得很好玩 為什麼我們每個月可以有 就是大概七百萬人一次 那 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每次我們邀請大家來做貢獻的時候 即使只有萬分之一的人來貢獻 那也是蠻多人的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像 我們在幫教育部挑錯字的時候 脫顯真其訣 有一個地方打成脫臉真其訣 那我們把這個 用寫一個程式去把它做一個比對 看它的那個 Edit Distance 然後發現說 這樣子 一定有一個是錯字 但電腦不能判斷哪一個是錯字 所以我們就請人腦來判斷 或可能兩個字都對 然後呢 而每一個這樣子的錯誤 它又有一個連結 所以你參加之後 你又可以分享 然後你又可以留言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有五個人都覺得是脫顯對 沒有人覺得是脫臉對 而且有一個留言說 脫臉很奇絕 可惜洋人拍過這部電影 已經沒有新影了 就是Facebook這部電影 那 因為很好玩 所以它就會分享 然後就會contribute回來 所以18天大概有 就是教育部收到 國教員收到大概六千多個教地裡面 五千多個是我們這邊給出來的 那另外一個例子就是阿美語的字典 那同樣的 這次不是切豆腐 是切豆干 是切成一條一條 你只要會打字 就可以把它打出來 然後呢 我們同樣有一教 二教三教 我們就發現說 在臉書上阿美族人很多 阿美族人朋友也很多 然後他們這樣子號召的力量 絕對不亞於政治陷阱 所以同樣的一瞬間這麼厚的一本字典 在翟莉文字辨識之下 一瞬間又變成了一本 結果化的資料 然後你現在到 有IOS 有Android的版本 你可以打四邊形 就會查到 這是阿美語 唯一會講的一個叫做 slada 它的意思是正四邊形 這樣 好 那所以就是在 這樣子一個開頭的介紹 就是說我們在GDP整個 怎麼做crossourcing 怎麼做user contributed content 怎麼樣讓大家覺得說 主動提供資料 不但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而且也是一件好玩的事情 那接下來呢 就是我在之前擔任了 六個月現在已經卸任了 行政院的顧問 在data governance的那個角度 來看這件事情 我跟國發會主要合作的是 V台灣這個計畫 那這個計畫很特別 它是GDP的一個 大家完全都沒有就是 拿任何補助款 或任何標案的錢 的一個完全是 就是從政府的角度來看 是蒐集民意 從民間的角度來看 是蒐集部會 的一個雙向的溝通的平台 然後我們在上面討論 很多網路法規的調適 我們知道在網路上面 做法規調適其實不是一個新的概念 從2004年 就是這邊黃東英教授 以及Michael Hertz 他們就一直在討論 那但是問題是說 他們一直都會碰到很多問題 目前碰到的問題 它總結成三大障礙 而越過這三大障礙 稍微比較成功的是 康奈爾的Regulation Room 那第一 台灣是以這個 他們的paper作為範本 然後從這個基礎上面 開始開發 是哪三個障礙呢 首先是無知之強 有點像進擊的巨人 有三獨強 首先是無知之強 就是制定新創企業法案的人 都沒有開過新創企業 但是呢 那些實際會被法案影響的人 都是最後秒鐘才知道 然後像服帽啊 或者是醫救法啊 全部都是這個狀況 那另外就是說 好 假設你現在有組織起來 你有一個關心的這個聯盟 你越過了無知之強 那實際到Facebook 或到其他地方去做討論 然後呢 讓公共們看到 就會遇到一堵白目之強 就是如果那個空間設定的不好 像Facebook 那你就會發現說 一開始可能大家比較認真討論 可是後來留言的人不是說好棒棒 就是說好壞壞 而且很奇怪的是 那些說好棒棒好壞壞的得到的讚都很多 然後呢 接下來呢就會有人開始貼圖了 然後有人開始貼圖了 然後有人開始貼圖之後 一發不可收拾了 然後就不用討論了 那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是你在Facebook上 要做有意義的討論 有效評論 對行政機關有意義的評論 是非常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這叫白目之強 那 假設你又越過了白目之強 然後 開始真正的討論了一個法案 那你就會碰到資訊爆炸之強 就是當一個法案要改一條 改一個字 它把音改成德好了 的時候 事實上呢 它是 這個子法 它是有一個母法的 母法有別的主管機關 那個主管機關又有母法 又有子法又有實行細則 大概差不多要看五十萬字左右 才能夠知道說 一個音改成德之後 它對所有人的影響是什麼 那當然就是在行政院 有專門的人法規會來做這件事情 那並不是大家都有這種專業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 就會變成說只剩下懶人包 或這一類的方式 來讓大家表達意見 可是懶人包的問題是說 很少懶人包會直接連到source 就是raw data 那因此懶人包裡面沒有寫的 你就不知道 所以說很難做出完整的討論 那這裡呢 就是在1209的時候 Ginney Viu四位朋友 被邀去 就是蔡依林她主持的一則會議 那會議中 勞動部的各科科場都到齊了 他們說他們想要討論電傳勞動 電傳勞動是什麼 就是我們在家寫程式 那剛好我們四個人都是在家寫程式的 所以他們就想說 那我們可不可以來代表遠距工作者 給他們一些意見 然後他們就說 請問一下你們遠距電傳勞動者 有沒有工會 那我們可不可以邀請一個工會代表 理事長代表所有的遠端工作者 然後給我們一些政策上面的指導 然後我們就和他打笑 然後呢 Tony Q這個人比較好 他就解釋一下說 我們寫程式的人在遠距工作的時候 我們自動的打卡中 我們有Coming的記錄 我們有這些東西 我們不敢代表遠端寫曲子的 我們不敢代表遠端畫漫畫的 就是說這些其實完全不同工作太一樣 而且也不敢 不可能有人敢說 我代表全台灣的遠距的畫漫畫的 因為每個人的太樣都不一樣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新創公司 因為當時勞動部的朋友們 念頭一轉想說 最會找電傳勞動者的僱主 一定都是新創公司嘛 這個國發會有資料顯示 可能在Kickstarter 或在Flying V或在哪裡 可是這些新創公司 他們最會用電傳勞動者的 那我們不如把他們的老闆抓來吧 這樣子的話 這個他們也許可以 也分享一些他們的意見 那他們就問說 請問一下這種新創公司 有沒有工會代表 有沒有理事長 這個我們也可以請來一下 那當然也沒有吧 因為工會是一個很成型的產業 新創公司下一餐 發出來都是問題了 怎麼可能有空去找工會 而且更重要的是 這個社群是鬆散的 不會有人敢說 站出來說 這個勞動部您好 我代表所有台灣 在Kickstarter上面的新創公司 就是不可能有這樣子的人 所以說工廷會就很難 按照他們本來的程序召開 因此蔡月齡就來據林比這邊 以鄉民的身份 挖了一個坑 然後說 我們來討論 可不可以不要去開門設公司 台灣有非常多的公司 都是去開門設立 因為創始人想要保有 超過51%的控制權 而在台灣的公司法 因為資本充實原則 他們只要弄到第二輪 或最多第三輪 他們一定都會被打漏掉 然後技術股認定有很困難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他們沒有辦法跟創投合作 那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公司法也許應該要修正 但是要怎麼修正 他們找不到代表 所以這個就是 V台灣成立的一個開始 那同樣的按照GP 一貫的效率 我們就瞬間變出了一個 然後在21號就開始初步討論 然後真的就有很多 新創公司的朋友 法律界的朋友等等 上來討論 討論之後呢 過了一個半月 在行政院就辦了第一次行政院的直播的 借用他們場地的民間的諮詢會議 然後在Lighthouse 在HackF 用直播文播的方式 讓大家知道 過了五天之後 我們學IETF的一個 Working Group的一個概念 就是請在討論裡面 有提出建設性意見的人 一起來寫出一個建議書 我們不太懂法律 但是我們知道第一線實務的狀況 那我已經退休了嘛 所以我是中立的主持人 就主持學者 跟這些新創公司的朋友 寫出說公司法如果要修改的話 它的應修改事項 不得修改事項 應該考慮的東西 是哪些東西 那在這個時候呢 就送出來給經濟部 然後經濟部呢 就審這個草案 然後再找各縣市的市長 各縣長的團隊 然後呢他們這樣討論一輪之後 覺得好這個建議書不錯 然後呢 於是呢他們就逐條回覆 哪些有采納 哪些沒有采納 哪些可能是未來的 在實行息則裡面定義 然後呢 過了一個半月就出院會 那他們到了立法院之後 為什麼沒有像開放政治信息這樣 被排到最後一案呢 因為立法院這個delay的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尚未取得社會共識 就是你如果去看那個資訊稿 這幾個字會不斷地出現這樣子 那但是經過這樣子的過程 尤其是一些立委助理也有參加 他們沒有辦法說尚未取得社會共識 所以兩大黨都表態說 好我們完全支持 就是V台灣的這份建議書 我完全支持這個精神 於是公司法就修改了 三途通過 然後實行記者即將頒布 在今年年底之前 欸台灣就可以用開門的方式 或信服的方式創演 那我們實際上工作組在怎麼進行呢 我們是用神意民主的ORIP方式 就是我們在這個討論裡面 會去看大家的論點 字體有七個粗細 越粗表示越多人給這個論點 O表示實況的描述 R是大家的反應跟期待 I是大家的具體建議 然後呢我們就go through 所有的留言 然後現場的人呢 他是在現場參加 不課前來的人 他可以透過Live House參加 我們這邊討論每20分鐘 會切過去這邊20分鐘 然後去看去收集這邊的意見 所以盡可能讓遠端的人跟近端的人 有相同的參與的權 就是權限 那我們獲得了一個粗略共識之後 就寫一個RFC 這個很窄 就寫一個建議書 然後呢 就是請這個行政院去主條回覆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在討論完公司法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開始討論資料相關的 那好比像說這個是去世別化 因為公部門搜集了很多資料 尤其像全民健保案的那個資料庫 它有一些問題是說 他們本來以為就是Tokenization 你把它改成一些代碼 但是那個代碼 跟本來身份字號仍然是意義堆言 這樣子就算是去世別化了 那這個在國際上的定義 並不明顯 並不明白 所以說我們當時在V台灣 就是在討論 到底什麼樣的程度 叫做無從識別 特定是當事人 那在這裡我想要再強調一次 如果是特定目的 就是使用者在生成這個資料的時候 就知道這個資料 會被你拿來做分析的話 你就完全不需要管這一大堆限制 那為什麼我們要討論這個 尤其是像健保案在這裡 是因為它就是要做無力外置利用 所以要經過一個去世別化的程序 所以說我們在V台灣就很 就是慎重的討論了 像Google Chrome 它在回報你的使用訊息的時候 它是把每個bit用骰一個骰子 就是丟一個硬幣 有一半的機率 它是把那個bit正確的回報 有一半的機率 它把那個bit用一個亂數值回報 所以它這個叫做 這個Epsilon Differential Privacy 也就是說 你每個bit都是可能打亂過的 然後有一些人 他完全沒有送任何一個有用的bit 他就是送亂數回Google 那在這個時候呢 即使NSA 不是即使NSA 我們已知NSA 在中間截聽了這些資料 這樣子你也沒有辦法去 推斷出這個人 他到底機器上面的狀況是怎麼樣 這叫亂數話 那當然我們知道有 Peace Sensitivity Closeness這些方式 OK 那當然今天不可能講很多技術細節 但是我們在討論的就是說 按照不同的資料使用方法 我們可以使用不同的區識別化的方法 而代碼化真的不是一個有效的區識別化方法 那當然所有這些討論記錄的每一句 每一個字 跟在國教園一樣都有這個記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莊恩坤老師說 資料很有趣 他一般送禮物的時候 你送了別人禮物你就沒有了 可是資料是你送別人的時候 你跟他都有更多的 其實說他沒有排除 沒有席權沒有耗損性 用的人越多他的價值就越高 那像所有這些討論 以及各部會的意見 都收集在V台灣這個平台上 所以我們的重點就是叫做 Multi Stakeholder Participation 就是很多很多人一起來討論 然後至少開放30天以上 這張因為太宅了 所以我就不講了 但重點是說這些都是免費資源 或幾乎免費的資源 你不太需要花任何成本 只要在Death Hub上面 把我們的程式碼拷過去 自己就可以加一個V台灣 那目前每個月大概一百萬人次 然後那Promotion Score還蠻高的 那當然國發會有另外一個Join平台 但他做的是就是後期 就是說已經有階段的想法 然後讓大家表態 所以就有很多一般大眾 那我們是在掀起 就是新興趣人員 還不知道要做什麼的時候 我們是在Join前面這樣子 那我們是完全開源的 我們一直在Push中影開源這樣子 然後那我們是參考Regulation Room的架構嘛 那所以我們在上面有做一些額外的修改 像是說Regulation Room 它是請學者們來對話 但我們是直接請部會來對話 部會對所有的問題期限時代要恢復 那國際法的問題 科法所會在期限時代恢復 以及工作組是參與討論的人自己寫的 那這是我們希望有的一個政策制定的 神秘民主的精神跟態度 那最後回來講 跟資料科學比較相關的 就是V台灣我們接下來要討論什麼 這個議題呢 其實是大家自己這個Pulling來決定的 那我們就可以發現說 在V台灣上面的參與者們 最想討論的就是Uber 然後是Airbnb 然後是iVoting 然後是Bitcoin 然後像數位遺產啊 或者無人飛行器 想要討論的就比較少 然後施命德的網路連署就最少 蠻可憐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趨勢 就是只要出現英文字 就會被排到比較前面 沒有 這不是嚴謹的分析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優先討論Uber這個案 那我們採取的工具叫做Police Police在大家參加的時候 因為我們知道參加的 大概快一半是司機 就是司機朋友們 那司機朋友們 他們在開車的時候 當然不可能預期他們拿出一個 17吋電腦來 然後開始打意見 所以我們盡可能的簡化它的參與程度 然後但是我們還是會先給它 稍微看一下說 在全世界Uber的狀況 然後台灣這邊的這個現在的狀況 然後以及這個目前大家的一個意見 那大家上來之後呢 看到別人流過的言 它只需要在手機上面點一下 同意或不同意 它就會自動按照這個RNN跟SBM 結合的一個演算法 被歸到跟它相似的人的群體裡面 然後所以就大概目前3萬人一次 這樣已經早就超過了 那所以大概一個月的這個徵群意見期 大概到半個月左右 我們就本來是四群 就是Uber司機機 搭過Uber的人跟沒有搭過Uber的人 然後他們就慢慢開始互相說服 然後就慢慢變成兩群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第一群一開始是很兇的 它是說交通部已經駁回Uber的溯源 為什麼台北市政府 還不取消掉它的公司登記 就是它立刻停業的意思 然後呢 那第二群是說 如果不趕時間 就算馬路邊有許多計程車 他們還是會交Uber 好 所以是兩群敬畏分明的人 然後但是呢 隨著時間過去 他們會一直想要 找出新的論點來說服其他人 所以慢慢的 群組一的人就修正他們的論點說 其實他們的重點是交通部 還是有責任去一百百車 然後這邊就說 可是你們既然車司機 現在都要加入車隊才能生存 你們如果可以 也加入Uber的話 可以顛覆這項不成文的規定 而且你們可以接好幾個單位的 那這個是不是不錯呢 所以雙方互互相拉票 然後呢 群組二的這個這個 因為這樣子的關係扣出來 我們可以看到 就多了2%左右的票 這樣 然後呢 到最後的重點 其實並不是這些群組四個 或兩個怎麼想 而是大家有共同感受 是跨群組的感受 大家都覺得科技是可以 法律是可以 按照科技來修改的 以及安全是最重要 乘客保障是最重要的 然後呢 95%的人 幾乎所有人都覺得說 如果政府可以因應Uber挑戰 把計程車也升級 讓你如果搭了一看不好的計程車之後 不需要回家到臉書上面 PO文章罵人 而是你可以只是這個 按一個一到五顆星 然後慢慢慢慢的 計程車就有一套feedback的方式 這樣子的話 司機也可以獲得很好的服務品質 然後呢 也有一位一開始相當兇的一位人士說 這個應盡一切努力使其停業 不需要國人表示意見 那這個呢 是65%的人反對的 65%的人覺得說 我們還是應該討論一下 如果你要認為它不合法 你再說它不合法 最後是產生了一些共同建議 那就是應該公平管制規則 外線式白牌車跟Uber應該一樣 不是因為它的公司名稱有陰謀 我們就要幫忙它 設計一套這個法律 然後Uber沒有繳台灣稅 所以它現賺10% 那這個是不是要說明一下 然後以及這個 我上了Uber的車之後 我怎麼知道它那個人 就是那個人呢 那台車是那台車呢 以及交通運輸它還是有一些公共性 所以應該要 即使Uber宣稱它是每個平台 還是應該像食品妙品這樣子 嚴格的把關 還有一個人是說 自用車載客也許可以登記 那我們做燙次閒置 就是你上班下班的時候 順帶載一些人這樣 以及最後司機應該接受多加派遣 所以呢這裡呢 為各位挖一個坑 就是如果大家到這個 學號.au 或者是那個Facebook的V台灣 會看到我們所有的road data 我們在下禮拜四的行政院的公開直播 包含Uber的人 交通部的人 以及可能計程車總共會的人 都會來對這個資料做一次討論 那Uber目前已經出了一份分析報告 所以如果各位資料科學的前輩朋友們 願意下載一下我們的這個CSV 然後看能夠做什麼分析的話 我們全部都會合併到就是 下星期四的書面報告裡面 好 然後就非常感謝挖坑的人 跟填坑的人 謝謝大家 好 我們開放兩個問題 你好 Audrey 我感謝你這個很簡潔的對於雨傘革命的 summary 其實我也就是看到你們 我們一般我看G01 看的都是資訊的平台 但是我剛才是看到 平常我沒有看到 這是推動政策的過程 資訊是你們的武器 這是很配合你們臨時政府的意思 我有兩個問題 一就是我一直都認為 其實我們香港應該有自己的Wikileaks 但是要沒有 你們好像有一點像Wikileaks 但是不太像 因為主要是用公開的資訊來做一些整理 第一個問題是你們有沒有這方面的 就是計劃打算 第二個問題就是 台灣常常看到的民意很多時候就是媒體主動 比如說你們有些政策建議 政府不一定會建的 那要靠推動民意 那你們跟媒體的關係如何 這兩個問題 謝謝 我非常快速的回答 因為第一個只要一句話就可以回答 就是很歡迎你來這個挖坑 那個情道區寧院還可以上面提一個Wikileaks的專案 我目前還沒有看到 但是你只要提了就會有人做 好 這是一個 然後另外一個是說 我們跟媒體的關係 其實就是跟我們跟政府的關係差不多 就是說 我們知道就是 這邊的政府發文給臨時政府的時候 其實上真的是給貴臨時政府高 空白村長 空白家糧 就是說 這是一個特殊的政府對政府關係 那就是說 第三部門要有第三部門的樣子 那我們的樣子就是Forked Government 就是說我們並不是否定現成的所有的東西 Forked的意思就是說 拿現在的東西 我們只是往一個不同的方向去開發 那如果那個開發是好主義的話 那我們希望本來的那個主線的能夠把它合併進去 那如果這不是好主義 或者說我們試出來沒有試出來 那沒有關係 反正大家都是支援的 並沒有什麼成分 所以我們跟媒體的合作也是這樣子的 就是概念 就是我們是公告的 他們願意Syndicate就Syndicate這樣子 好 還有沒有問題 那我問一個問題 V台灣跟Join Join是來跟你們競爭嗎 沒有 我剛剛已經說了我們是他們上游 就是說 V台灣這邊我們只討論 跟網際網路使用者為主要利益相關者 因為我們不希望討論有不當代表的問題 那Join他們沒有挑這個 所以他們上面例如有通姦處對話 或者是有同性婚姻 那但是我們並沒有任何研究顯示說 這個這兩個議題的利害相關者 是重度的網路使用者 或者有任何重別性 所以說我們是不討論這個的 因為我們只是做利害關係人討論平台 那Join他們試了一個不同的方法 就是說他們有一個0800的專線 然後你可以任何時候打進去 他會幫你記下你的意見 然後如果這個誤會有回應的話 還會打電話回去給你 那這個是比較讓那個金融更容易 然後是更多人參加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在政策施行的 各階段的這個部分是特別適合的 所以我都是叫他友台啦 就是說並不是競爭的關係 不會打架對不對 對不會打架 再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 你好謝謝精采的演講 那我對那個Polich可以用來鄰居眾人的意見 覺得他的這方面的能力非常強 那但是呢最後您有列出六個 那是像summary 那我覺得很好 就是說比較疑惑的地方說 這個是誰來畢業的 誰來決定說最後我們的 那個最後大家的群 那個最後大家凝聚的六個 六個conclusion 是客觀的還是主觀的 那如果是 即使它是客觀的 是系統產生的 那可是有可能隨著時間的不同 最後的conclusion不一樣 那我可能會看我最有力的時間點會去抓 那更何況那可能是主觀的 那對這一點是怎麼產生的 是非常非常的問題 為什麼我們叫意見徵集 而不是叫做 就我們這叫第零階段 就是說重點就是說這些數字本身 我們不負於它的意義 我們只是要surface出 在第一階段要討論哪些問題 的那些問題而已 所以這不是Ivote 這個要先講清楚 這不是Ivote 然後呢另外一個就是說 因為這不是Ivote 所以我們希望 越多樣的意見出來越好 所以剛剛的那六點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有些是彼此衝突的 那而且其實也不只是六點 是我自己用ORID的分法 把它分成感受跟期待跟建議 所以這要是非常非常多點 只是說建議是工部門可以回應的 或者Uber可以回應的 感受跟期待比較是說 我們是在什麼樣的感覺底下 做出這樣子的建議力 那所以說這個是客觀的 但是要怎麼分成感受期待或建議 它當然多少一些主觀的因素在裡面 有一個Follow-Up 一個Follow-Up的問題 就是說有沒有可能 更進一步把這個東西 把這個平台跟Ivote 體系在一起 有沒有可能自動凝聚出 我們想要Vote 什麼樣的題目 我們再來Vote 對啊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好的主意 那就是交給您了 那個 麻煩在黑客上面寫一個計畫書 謝謝 OK 謝謝 我們最後用熱烈的掌聲感謝唐厚 謝謝